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哎呀 是誰在外面的暗鱗 法官是我小新 小新 你今天來找我有什麼事 就是剛剛我在忠孝東部 買早餐的時候 不知道哪個不長眼的傢伙 不知道怎麼開車的 都要給撞傷了 法官這是我的書書 你一定要明察秋毫 哪裡撞傷 那你哪裡受傷 我想想 這個算嗎 有點擦傷 你看我破相了怎麼辦 哎呀 破相啦 好吧 法官幫你看一下 這撞你的人 叫小華是嗎 一個女生頭髮短的 才待到這裡 好吧 那就叫我被告小華 進來問一下 來嘗一下被告小華 我就是小華 我就是小華 哎呀 今天業務怎麼做的房嗎 又是誰叫你呢 法官是我啊 我剛剛在忠孝東部的時候 不知道被哪個冒石櫃給撞傷了 你看我腿都斷了 這法官應該會有主持的公道 哎呀 腿都斷了 這麼嚴重啊 那你知道是誰撞你的嗎 就是他啊 就是他啊 法官就是他 是這個小華 對 哎呀 又在忠孝東路 又是同一個小華 哎 你來遲啦 你們告的是同一件事 在法律上叫同一案件 你 不能告啦 什麼 天理下哪有這種道理啊 哪有這種道理啊 三月二十三號晚上到三月二十四號凌晨 在行政院的暴力驅離事件 到現在到今天為止 已經超過九個月了 九個月當中我們台灣發生了很多事情 隔魁換人了 中正義分局長也換人了 可是我們的案件卻到現在都還沒有辦法進行 尤其是在我們的案件接到了台北地方法院 還有高等法院的不受理判決之後 我們感到非常的憤怒 我們認為這樣子不當的法律見解 不應該在這樣子的國家暴力有這麼多受害人的案件上存在 所以今天我們有二十多位的義務律師 十多位的當事人還有所有的社團朋友前來 我們要向最高法院訴求我們的要求 全體的人民 我們全體的人民 我們繳稅 繳稅給國家 這些稅金設置了法院 設置法院是做什麼用的 設置法院就是讓我們來尋求正義的 設置法院就是讓我們的權力被侵害的時候 有一個地方可以幫我們訴追 侵害我們權力的人 讓我們的權力受到損害的時候 可以尋求正義 這就是法院的任務 明明不同的被害人 就是不同的案件 可是我們的法院 卻用它自己創造出來的一個解題 叫做單一性理論或者是同一性理論 去硬要把它說成是同樣一個案件 說成同一個案件之後 就把後面的去提起自訴的人的權力 給閹割掉了 這個就是目前我們法院在做的事情 這樣子正義 法院有適用核憲法律的義務 也有按照憲法的要求 去適用法律的義務 可是我們的法院今天所做的這樣的一個事情 卻使得不同的被害人 變成看誰跑得快 誰就受到法律保護 跑得慢的那個人 就不受到法律保護 有這樣的道理吧 我相信這不是設置法院的目的 這也不是憲法保證我們的訴訟權 所以可以容忍的 這樣的一種適用法律的見解 完全違反了憲法上的平等原則 所以我們認為法院目前的這樣的一種做法 是違反了平等原則 現在已經到了必須要徹底檢討這種做法的時候 因此我們到這邊來公開的請求最高法院 針對這個案件 乃至於針對後面可以預料到的 都會到最高法院來的這些國家暴力的案件 進行公開的辯論 徹底的檢討這樣的一個做法 是不是符合憲法 是不是符合法律的本質 法院可不可以自己創造出一種見解 叫做單一性理論 去閹割掉人民的訴訟權 我們請求法院公開的辯論 在全國人民的面前 在全國公共論壇的面前 公開的把這個事情講清楚 法院可不可以這麼做 謝謝